沒有限時間沒有服務費 山林遼繞住一個野餐店來這邊 衝往往美的路 年返鄉創業 有人自己帶自己的野餐店 哇 哇 桃海瓜子的披薩口味 好吃超級好吃非常好吃 這個處處都可以打卡耶 這個白房子你會以為這是什麼 這個山裡面五指山 這邊有一個玉皇宮的地方 竟然有一間披薩 看起來很棒很咻 來進去吃吃看 我過來是這樣子 然後有點暗暗的有一個黑森林在裡面 黑森林嗎 然後有燈 我的相機太爛了 手機太爛了 這個環境然後他走上去裡面可以在裡面吃披薩 而且我剛剛去過他的廁所 弄得很文藝這樣子 很棒 等一下我們要來這邊用餐吃披薩 除了不可以帶外帶食物來 日外還有低銷都不用 沒有限時間沒有服務費 還建議點餐丟 越來越期待了 超棒 耶 我跟你講這有點山上的地方了 然後這邊現在溫度大概 我車子上面顯示 室外溫度是25度 還蠻涼的喔 我剛剛中午熱32度 現在這裡才25度而已 舒服 現在他的點餐區 假日 這些資訊區看一下 哇超chill 超棒超棒 東西的價位也還很ok Picnic 好這邊就是獨打他的那個 野餐裡都能躺的臭小子 這個地方蠻適合 雲霧繞繞的時候就是天氣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然後要下雨不下雨的時候來 感覺特別漂亮 就有一個洗手台讓你洗 然後這邊有一些規範 你可以借 野餐店啊 然後可是你記得還的時候要折一折 然後他有 一個押金200元 然後呢 別不能外食這樣子 你可以帶一點小水果 然後小餅乾可以的 這是我最喜歡的這種地方 山林繞繞然後 不要太擁擠 然後哇這個樹又那麼高 超 超棒超棒超棒 建議挑這種有一點點暗的下午來 因為 氣氛燈打開真的是很漂亮 那我們就住一個野餐店來這邊 或是後面那邊 來吃吧 走上去就是野餐區 你當然也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步道走一走 真的是很不錯 超棒 而且我剛剛沒有派他的廁所 他的廁所也是很酷的 錯了有意思喔 這邊有 用一些小小的布置 你沒有注意的話 沒有發現 有些多肉植物 怕你 被問是咬 這一條通往往往美的路 這個 蠻有意思的喔 那你咬 長這樣子 寵物友善喔 看這裡耶 應該不用很會錄影 就很 就可以拍得很漂亮 好吧 等一下要進去了 就進去了 進去這裡 要點餐嗎 要等一下 青年返鄉創業 其實我很喜歡這種 青年返鄉創業的 因為 他們把環境都做得很好 而且啊 你可以感受到他們 熱愛自己 故鄉的那一種 心情 有人自己帶自己的野餐 野餐店 這個很漂亮耶 這個野餐店 我們來看一下菜單 菜單很可愛喔 這都是Pizza 有紅醬系列的Pizza 這是 甜的Pizza嗎 然後還有一些 飲料的部分 有時候還會有限量甜點喔 然後還有白醬的Pizza 韓式口味的 沒有低銷 沒有服務費 沒有限時 咖啡 還有一些飲料 二號我們決定還是用桌子好了 這樣比較好吃 吃東西 比較方便 來了來了來了 哇 哇這個 漂亮漂亮 好香喔 還有三十歲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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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誰不掉了 去名古屋吃過世界第一的 Pizza 瑪格麗 長了跟這個就差不多而已 這個是什麼 鳳梨的 鳳梨 我一直聽到 這個叫做 鳳梨烤紅 對 好香喔 這個是 洋蔥燻雞 對不對 對 看起來蠻好吃的啊 因為下雨了所以我們把它移到室內的位置 好啦我們來開動啦 吃吃看大家吃吃看喔 欸來吃吃看我這個是鳳梨卡碰 嗯 好吃 好吃 欸 攪到是鹹的然後你攪到那個 鳳梨的味道是甜的 鹹甜鹹甜好吃 好吃 這好甜 什麼口味你跟大家講 水果蛋糕的 口味蠻好吃的 水果滷肉蛋糕或者是 那個 鳳梨優格的味道 是喔 好吃看我剛剛吃過這個 很大味 這個 你知道這是像什麼嗎 陶海瓜子的 Pizza口味 這好吃 是因為九層塔的關係而已嗎 超好吃 你 我嚼嚼 我嚼嚼這個 這個 生雞 好想你啊 嗯 媽媽成功錄了 很好吃喔 好吃超級好吃 非常好吃 你最喜歡吃Pizza了 喝了好吃嗎 喝了好吃嗎 最尷尬的夫妻 一直不肯講話 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 太勉腆了 這個人 這個人 他說這個 像 什麼 烤過的鳳梨酥 切丸子 餐片 就是把他環到這裡 進去一下廁所給大家看喔 廁所長什麼樣子 我就要走 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呢 走繼續走 你看這個白房子 你會以為這是什麼 住宿嗎 還是什麼的 其實是廁所 那這裡的話 我就不進去給大家看了 這邊就是南廁 那進去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一個 蠻有古早味的味道 的房子 然後廁所在這個裡面 這個 裡面 然後 還有一把吉他 那這邊 布置的都還蠻棒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間廁所 剛剛那邊有一間 這邊有一間 這個我猜應該是 看起來像民宿的地方 或是人家家裡 這我就不管了 就不能進去給人家拍了 這邊還蠻棒的 這個 這個 門進來 這環境真是超級好的 這個處處都可以打卡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很適合坐在這邊拍照 進來也是有一些地方讓你可以拍照的 這樣這裡還有一個小小的路可以走 其實這邊隨便繞一繞都會覺得很棒 而且他在這個小小的地方 哇還種了一些花這樣子 這個 用餐的感受啊 在這裡的 感受是超級好的 這邊停車超方便的 現在是禮拜天 然後 但現在人越來越多了 越接近傍晚 人卻越來越多了 但是我說真的 這裡很輕鬆 因為不會有那種 人很多的那種擁擠的感覺 一不足以的話 其實他這邊又是一個 給你拍照一個很好的位置 他在每一處都有 設計這一種讓你拍照啊 網美打卡的這種 地方真的是很棒 不是我真的很喜歡 拍這邊的環境 這邊環境真的是超級棒的 真的很棒很棒 雖然是我 這一個月 這是一年以來來過最厲害的地方 然後你室內的地方 還有這個地方可以做 這邊有西菸區這樣子 這邊有專門給機車停的 這也太貼心了 因為大家都會亂停 這樣影響美觀 然後旁邊還種這個 很漂亮的花 我是不知道這叫什麼 所以我剛才說 這個很好吃 越吃越過 先冷掉了 冷掉有更好吃嗎 其實冷掉也很好吃 因為它的皮並不會硬 很像那種 麵包然後是 稍微有一點QQ咬勁的那一種 下大了 下大了 在淡水 從小都是被下雨下大的 現在下雨了 然後呢 其實感覺特別的涼快 然後那個 雨的那個風啊 要吹過來更舒服 如果可以的話 有機會我還是會想辦法 去那邊 付一個野餐店 在那些野餐的地方 欸做了 然後可能下次要來的時候呢 我會 從早上就來 然後 做到下午之類的吧 那我們準備要走了 然後 今天比較可惜的是呢 我們沒辦法 進去那個山裡面走 因為我們可能想說 吃完了之後 在那個山裡面走來走去 然後看看裡面什麼樣子 就沒辦法 因為剛好下來 我們就把 這個披薩把它拿下來這邊吃 後來現在也是下大雨 我們現在回家 然後這邊還可以借傘 超棒的 然後我印他們的那個 借傘 然後我去車子上開一開 車過來再把傘還給他們 好我們今天都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出去喔 掰掰